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需要实现一个效果就是我们需要做交易所的一个实时货币的交易数据 那么既然是实时货币 那交易所的数据呢就代表我们需要把它采集回来 但既然是实时采集的话就说明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个什么 有一样东西或者有一个框架 来帮我们在指定的时阶段或者是每隔多长时间去看一下有没有新数据 把它采回来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呢咱们需要使用一个框架 这个框架的名字叫做QUAS 就是什么呀计划任务的一个框架 我们看一下什么是QUAS QUAS呢是OpenSymphony开源组织在Job Schedule领域的又一个开源项目 它可以与截图E、截图S应用程序相结合 也可以单独使用 那说白了什么呀 这个东西呢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和什么Java来结合 OpenSymphony这个开源组织呢其实非常有名 我们的SUS2其实就是由这家公司开发的 它里面有一个核心框架叫做Webwork 那其实我们的SUS2的核心框架用的是什么 其实基于Webwork来做的有兴趣的可以去百度一下看一下 那咱们的这个QUAS呢它是一个任务调度框架 那你可能会有这么样的这种以下的这种场景啊 不过下面这个场景我是开玩笑的 那说白了就是什么呀 就是在我们的应用场景当中 我就是要每隔多长时间 比如说5秒比如说10秒去采集一下交易所的一个实时数据 那说白了就是什么呀 就是在某一个有规律的时间点干某件事 那么这个这种做法呢就是相当于怎么样 这就相当于Windows下面有一个叫做计划任务的东西 这么一个东西啊有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计划任务有什么用呢 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创建一个简单的任务 那给它起一个名字再加多一个触发器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能看到一次 比如说什么时间执行什么事 还是每天还是每周还是每月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 那么在加把当中如何实现呢 我们就会使用QUAS这个框架来实现 OK 那么下面再看一下啊什么是CRON表达式 CRON是Linux系统用来设置计划任务的 就和我刚才做的这个 演示这个Windows计划任务是一个意思 好 比如说每天晚上12点重启服务器 那就是什么 对于上面说的 在某一个有规律的时间点干某件事 那为什么要用CRON呢 是因为我们在做QUAS的时候 也就是说使用QUAS做任务调度的时候 是在某一个有规律的时间点干某件事 那么这个时间点怎么去定义呢 怎么去设置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什么呀 CRON表达式了 下面是这些格式 这些格式呢倒没什么好说的 主要有一条 需要特别强调一下啊 其他自己看一下 这条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里有一句L字符指定的是 在月或者星期天中的某一天的最后一天 即last的缩写 但是在星期和月中呢 L表示不同的意思 比如在月字段中 L指月份的最后一天 比如月31日 2月28日 如果是在星期字段中 则简单的表示为期或者SAT SAT是什么意思呢 SAT是礼拜六的意思 那如果星期字段中的某个Value值后面 则表示某月的最后一个星期Value 比如6L表示某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 那OK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6表示星期五 那7表示星期六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星期这里 1-7 那在这里也就是说 1是礼拜天的意思 那2是礼拜一的意思 那换到6就是这个 3-4-5-6-7 那这个时候6是礼拜五的意思 那7是多少呢 礼拜六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在CRON表达式当中 1表示礼拜天 我们在中国我们知道 我们的第一天是 我们每周的第一天是礼拜一 但是呢 为什么这里的1是礼拜天呢 那这个呢 就是 其实这个地方呢 其实跟信仰有点关系 宗教应该说啊 跟宗教有点关系 这个得追溯到什么呀 巴比伦时期了 这里追溯到巴比伦时期 那么这个呢 有兴趣的就自己去看一下啊 这为什么在某些国家啊 礼拜一代表就是啊 每周的第一天是礼拜天 那有一些国家呢 每周的第一天是礼拜六 是这样的啊 那我们用的quass这个东西呢 是老美开发的 那么他是这个1啊 是礼拜天是跟宗教有关系啊 这是要到巴比伦时期去看什么呀 去看这个星期是怎么产生的 是这么一个意思 好 注意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其他呢没什么 但是在这里你会发现 比如这个表达式啊 每天中午12点出发 0012星星问号 那么在上面呢 都有介绍到啊 这秒的一个范围 分 小时 日期 月份 星期 年 那从这排序过来的就是什么呀 那第一位就是秒 第二位呢 就是分 第三位呢 就是小时 也就是说这个12 是12 小时的意思 就是 就是 每天的12点 再往下呢 就是日期几号 月份 星期 年 年可以省略 所以这里就6位 123456 那么理解了表达式以后 你会说啊 这么复杂 记不住啊 没关系啊 我们这有个常用工具 在在线编辑里面 有一个CRN表达式 选择这个 比如说 我想要的就是 每10秒钟执行一次 那就点这里 从0秒开始 每10秒执行一次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怎么样 自动生成这个CRN表达式 我们的表达式就出来了 好 其实很方便啊 不用说是去强行记忆的 那么你需要分钟 小时 日月 周年 都可以通过这个CRN表达式工具 来在线生成 就不需要你自己去想了 所以这个是怎么样 很简单的啊 知道了什么是QUAS 我们就试一下啊 怎么用 看看效果就可以了 SpringBot 集成QUAS 我们做一个demo 看一下啊 我们要以 还是那句话 要以最简单的方式 执行 运行起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创建一个新项目 使用Spring的这个出色化器 这个项目的名字呢 就叫helloQUAS com.futl hello QUAS ok hello.dm 下一步 这里选择IO 这里有一个QUAS schedule 勾上 下一步 呃 finish 好 我们先看一下POM QUAS呢 很简单 其实就引入了一个依赖 就是SpringBot DataQUAS 用起来呢 也相当方便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尝试使用一下 其实就两个注解啊 其实就两个注解 首先第一步 我们在application里 增加一个注解 叫unable scheduling 就开启 这个任务调度这个功能 跟着呢 咱们再写一个任务 再做一个任务 就是打印当前时间 print current time task 打印当前时间 然后呢 在这里 加上一个注解 component 再增加一个注解 叫做scheduling 那么这里就是 CRN表达式 等于 比如说 每十秒钟 啊 这个public void print current time 比如说 每十秒钟 打印一下这个时间 这么一个概念 那每十秒钟 就是刚才通过 CRN 这个在线生成工具 生成的表达式 把它装载进去 啊 粘贴 好 咱们使用这个simple.out 你有一个simple dateformat 格式化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点 format 你有一个data 十秒钟 打印一次 嗯 十秒钟太长 我们改成五秒钟 试试看啊 来到application 走 好 我们把时间打开 看一下 20 呃 11点36分 25 然后 36分30秒 打印一次 30秒 打印一次 再看一次 31 32 33 34 35 走 对 好 咱们的quass就成功了 就是这么简单 从头到尾就有两个注解 一个unable scheduling 一个是什么呀 就是这个scheduled 就这么两个注解啊 你会说 这个任务调度quass 使用这么简单呢 其实也没有啊 实际上呢 因为咱们开发的是一个分布式系统 那么真正在开发过程当中呢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分布式任务调度系统 那么也就是说实际操作的时候 没有那么简单 其实还是比较比较复杂的 哇 对 对 对